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科技灾难申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你在Mac里面帅气和快速的排列视窗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申号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喜欢这方面的资讯的话呢 现在就赶快订阅和关注申号TV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同一个时间呢,我们需要打开超过一个的文件 来参考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必须一心二用 虽然最新的MacOS已经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不过它会有一些限制 就像是它必须一定要Fullscreen 只可以左右两个视窗 不过呢,这里我就发现到一个不错的App 关于这个Specler的官方链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所以你可以在看完影片过后下载下来使用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软件的话呢 你可以去给予他们一些支持 收到网过后呢 就按Zip这个ZipFAR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Apps了 然后double click 当我们需要安装它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打开一个security and privacy的setting 我们这边需要先打开这个lock 然后打开 然后在这个Specler的旁边呢 打购就行了 设定好后呢,我这边就来示范 如何使用它 最容易的方法呢 就是使用它的快捷键 它只有几组快捷键呢 是需要记下来的 不过呢 这几个快捷键呢 都是很人性化的 非常容易的记下 这里呢,我会建议你点击这个 LaunchSpecler at Login 就是在你一开机的时候呢 这个Specler就会开始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它在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它 如果是In Status Menu 就是在上面 或者是 如果你不想看到它的话 就是一个Backlog Apps 在这个Testone里面呢 我就有三个Apps 一个是Google Chrome 一个是我写稿的 Apps跟一个Finder 所以我来看一下 它们是如何操作的 按着Command和Ocean这个key 然后再按着 上下左右 它就可以调这个screen了 除了左右 Left Right 上下之外呢 上下 它也有另外一个排法 Cmd、Ctrl再加左右键呢 就是 左上角跟右上角 如果是要 右下角跟左下角呢 就是 Cmd、Ctrl跟Shift 再按左右键就行了 所以它这边可以分成四个 所以它这边可以分成四个 收下之就可以一边写稿 然后一边看文章 然后再一边看 影片了 哈哈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那么就给我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关于你使用的感受 我是Cmh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